我自己就是那種 其實裡面的錢不多 你知道嗎 可是我都是什麼 你看 比如說這種 你說發財經重 你敢亂丟嗎 人家又說你要多放那種外國 那種不同國家的 等外幣 你為什麼 招財 我後來發現這個很好用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平常 那個風情假 然後打開就有它的錢 真的耶 我的皮膚非常的不好 我就瘋狂迷上打雷射這件事 可能你本來是一個月打一次 到最後我是一個禮拜 就要去打一支雷射 那就有一個高中女生 她就想說 下雨天之後去找蝸牛 拿來放在臉上 那剛好這個高中女生臉上 有一些痘痘 有一些傷口 就差點 這集我要先跟各位所有 有不良習慣的女性同胞們 抱歉 今天要大大的出賣各位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 這個有很多女性同胞 其實有讓人 我之前大學的時候去 就是一群人去一個女生的宿舍 大家可能去那邊 就是要聊天幹嘛 那女生平常就是漂漂亮亮的 她宿舍裡面 沒有一個東西的蓋子 就是吃東西的蓋子 化妝品的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很小兒科 然後我就沒想到 把它蓋起來很好 她說不要蓋了 待會兒要喝還要開 很麻煩 這樣子我一拿 不就立刻可以用嗎 這真的算還好 這樣還好 真的 我有去過一個朋友家 他家是滿地的衣服 而且都是穿過之後 沒有洗的 然後口紅也是跟妳 也是說蓋子都沒有開 而且不在桌上 那真的 所以我去她家這樣 小時候有沒有玩過跳格子 沒有 我去她家這樣 咚咚咚 還在買咚咚咚 這樣子跳的 那她不洗衣服 那她衣服怎麼穿 她就不會早上去買新的 買新的 好玩 聽到鳳叔這樣講 有多少人心有氣氣焉呢 你身邊有類似的女性同胞嗎 但你知道嗎 讓人意想不到的生活習慣 可不止如此 現在就趕快讓我們來 聽聽大家的分享吧 我們先來一個現場有的 特別的 直接爆料 比賽 對 真的 妳是要爆料妳自己 來爆料身邊的人 我爆料我自己 可是我這個習慣 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 因為其實這個習慣 是我老公帶給我的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剛結婚的時候 我就有點嚇到 就是一絲不掛的那種裸 我就覺得 因為我小時候我爸媽說 吹冷氣 我們要穿長袖長褲 以後妳才不會什麼關節痠痛 所以我都是那種穿戴 非常整齊長袖長褲 她說妳這樣子觸感很差 妳可不可以也不要穿 我說我這樣沒有安全感 然後我們就後來就 溝通了很久 她就說 好 那妳就去買那種 摸起來的觸感比較好的 就這樣連身 我說OK啊 對 然後她就說可是 什麼裡面內衣褲都不要穿 她說這樣真的可以解放自己 後來我們就達成一個共識 我就說好 我不能裸睡 我就是一件那種連身的那種 比較透氣輕薄的睡衣 然後妳也知道新婚嘛這樣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這一世不得了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她那麼喜歡裸睡 因為我覺得女生就是 在晚上睡覺的那 八到十個小時 不穿小褲褲的時候 我們本來內衣就不穿 就可以很輕鬆 不穿小褲褲我發現 挺好的 就是感覺她在呼吸 她是呼吸 而且我還推 推廣 對 透氣 就是推廣給我身邊的女性 如果你有發炎的情況 你要不要試試看 這個應該不算是什麼 很界定很明顯 壞習慣或好習慣 應該是說 有些人適合裸睡 然後有些人不適合 身材 對 不是 有些人為什麼適合裸睡 其實我們皮膚 還是會掉一些皮屑 然後分泌一些油脂 那那種油性肌膚的 那你的床單 你的背套 其實真的要常洗 那因為我們穿睡衣 睡衣會天天洗 大部分 大部分人可能就是 比較常換洗 所以比較不會有一些皮屑 細菌的問題 可是床單整套 每天洗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比較乾性肌膚的 然後比較不會出油 也許可以試試看 那或者是說 你剛剛說的 私密促腸發炎悶熱的 這種也可以試試看 可是如果你是很容易出油 然後皮屑掉很多 或是真的滿身大汗那種的 那你的床單不常洗 是不行的 那你就這種裸睡的話 其實就比較不建議 這個還好 還好 這個是剛開始這個 給大家點香燕的想像力 好啦 我們真的要講 很極致的 就是會令人崩潰的 而且是會危害 妳的健康的生活 危害 有沒有 懶到一個極點 有多懶 有多懶 我跟你講 女性朋友 最常發懶的一個例子 就是 那你知道不想洗頭 你要想你這個習慣 會不會帶給別人困擾 這個經驗是那一次 就我先坐下來開始弄 旁邊有一個女藝人 她女藝人那個頭髮 還滿長的 過肩 然後頭髮很多 那一坐下來之後 一樣的 就是開吹風機 一樣吹出那種味道 然後我就看到 髮型師很婉轉的問她說 妳昨天有洗頭嗎 就邊幫她弄說 妳昨天有洗頭嗎 她就說 妳不要跟我講洗頭這件事 我真的好累 我好累 我都沒有睡好 我已經有三天沒洗頭了 然後我就看到她的頭髮 因為髮型師已經吹了一輪了 可是她的頭髮就一條... 像油面一樣 然後髮型師就跟她說 妳這樣子很難吹 她就拜託拜託 那就麻煩妳 幫我好好造型 幫我把頭髮吹膨 越膨越好 直接灑乾粉 然後我開始了 然後你知道我都已經弄好了 我發現她大概是 花我兩倍的時間 她最後才整個頭弄好 然後上場 她離開之後 化妝師就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她真的很自私 那個女藝人真的很自私 我說為什麼 她只是沒洗頭而已 她說你知道嗎 她那顆頭那麼油 我要把它吹膨 吹造型 我要花比別人多幾倍的時間 那大家都在後面大排床 要等著過來梳化 這樣怎麼辦 重點是 我弄完它 梳完它之後 那一個梳子 我要再去廁所 把它整個梳 就是整理 乾淨 我可能因為要花十分鐘 那你看浪費我多少時間 後來我才知道 我們就是要去 上通告的時候 最好是把頭髮洗乾淨 不會帶給別人困擾 可是我覺得那跟 好不好整理的頭髮 也有關係 其實說真的啦 三天不洗頭 要看她什麼髮質 因為她是油性頭皮 真的是太機車了 我就覺得我好適合坐月子 因為我坐月子 是我妹妹陪我的 我們就住一起這樣 然後她大概三天不洗頭 就是你剛剛說的那個狀況 油面 油面 對 我三十天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我就不出 不太出油 就一點點之後就停了 是 因為乾性頭皮的人 就是這個好處 像我們有的病人 痘痘肌膚吃口腑A痠 他說醫生 我以前每天都要洗頭 我現在七天沒洗頭 還一樣乾爽 不是 真的是 還是有一個差別 所以她治了痘痘 順便把它拖 他說不捨不得 我現在好乾爽 我一個禮拜 那不建議啦 就是說其實 乾性頭皮的 大概兩三天還是要洗一下 油性的真的拜託 每天都要洗 而且比較會掉髮 其實起頭掉的不要萬洗 它本來就要掉了 就不用萬洗 可是我知道很多女生 其實就是會有這種困擾 現在沒有乾洗髮的時候 就洗瀏海啊 有沒有 就是去 有 有 就是再洗臉 然後你就是 你只要洗這個部分 因為這邊都不用動 因為這邊是乾的 因為你洗髮 我就只要洗頭皮 然後把這一戳 NO 然後這邊頭皮 NO 然後去吹乾 超快 我每天都有新的可以學耶 現在有這種 或者是像 老師這個丸子頭 應該也是很好 但是我有洗頭 真兵性 那像就是我就是有那個 統計的女生 懶惰的案例 哇塞 來 來 第一個就是垃圾 我們的垃圾就是 倒到滿了 然後才想要綁起來 綁到最後 你就會從小垃圾桶 然後換成大垃圾桶 然後就是沒完沒了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很多上班族的女生 非常的累 回到家了之後 你就會把你的食物 丟到了冰箱 就忘記了 然後明天就會一直累積 然後放到整個 都是這樣生枝 然後打開的時候 就會吵聲 這個我不行 然後還有再一個就是 我們出去的時候 然後穿了外衣 然後你就回家的時候 就覺得 好像可以再穿一天 所以就又放回去 那個衣櫥裡面 然後明天再穿這樣子 然後很容易 就是滋生那個細菌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衣服 褲子 然後內衣 內褲 襪子 全部都丟在洗衣機裡面洗 這樣子 就是不想分類 所以就是很多女生 就會覺得這樣 OK 沒關係啦 最後一點是 那不行嗎 很多 現在是結婚了嗎 很多 快了 快了 有一些是會 再用一個網袋 把它包起來 因為最主要是 怕那個彈性的東西 就壞掉 所以你可以 記得用網袋 對 結婚以後 才被我老婆念這件事情 我說我是感染科醫師 我可以告訴你 全部洗完之後 細菌還是會死的 他說沒有 那觀感不同 我們也更誇張 他有另外一台 專門洗什麼地墊 地墊 對 還有一個很懶的例子 我覺得非常噁心 就是綿綿 綿綿的危機 因為你知道我們女生 每個月會越試得來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那個地方 你衛生棉就是要勤患 不然很容易感染 那我就曾經在這個展場 我有一次去展場當主持人 你知道展場主持人之外 他們會發很多很多 年紀很小的妹妹 那種Show girl妹妹 那在進歌熱舞 熱場的時候 我就看到當中有一個妹妹 她穿一個那個小短裙 可是她後面有一塊鞋子 側漏了 回到這個休息室的時候 我就好心提醒她 我就跟她說 我跟你講 我看到妳後面有一塊 妳要不要趕快去處理一下 結果妳知道她當下 她就是直接很帥氣的 因為裡面都有安全褲 直接把她的那個裙子脫下來 然後拿了一 從包包裡拿了一罐 不知道什麼東西 就開始噴那個血汁 然後開始擦那個血汁 對 她就把那個血汁給擦掉 然後再穿回去 下一場時間來了 我說 妳不趕快去換妳的綿綿嗎 因為她都已經溢出來 她就說 我才用了六個小時 她才用八小時 建議她投資月亮杯 對 因為有些女生覺得 她買清潔劑更貴 也是會感染啊 妳也不會啊 講到那個衛生員 我堂哥跟我講過 一個很誇張的案例 妳堂哥用衛生員 不是 她去幫她的朋友搬家 然後是一個女生的朋友 她就在搬的時候 就發現說 床墊下貼滿了 是什麼樣恐怖的生活習慣 居然讓在場的人 都驚呼連連呢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她去幫她的朋友搬家 然後是一個女生的朋友 她就在搬的時候 就發現說 床墊下貼滿了 用過的衛生棉 對 然後拿一個很臭 有個味道 而且是滿滿的 她說她真的這個畫面 她這輩子不會忘記 然後她就問那個女生說 妳幹嘛把用過的貼在那邊 是懶得丟還是幹嘛 她說不是啊 人家說避邪 她說妳家到底有多少利鬼 需要這樣避邪 我覺得跟她前男友有關 前男友是吸血鬼 吸血鬼 對 其實女生 有不為人之一面的還滿多的 因為像我很多學生 是在開清潔公司 都會爆料他們看到的 形形色色 她說像也一次 有一個女孩子打來 就說很急很急 說你們可不可以趕快 一定要在這個週末之前 幫我打掃完 那只有只剩大概三天時間 然後她說妳家要多大 她說很小是套房 就大概只有五六坪 她說請你們派兩個人來 而且要整天 她說應該不用 我們的經驗 大概套房應該一個人半天 她說沒有 一定要兩個 然後整天 然後我朋友就很好奇 就跟清潔人員一起去 她很想看到底是什麼情況 結果去時就按電鈴 然後她說等一下 然後為什麼要等一下 因為她門打不開 因為東西太多 她就先把它推 然後開了一個小風 然後她門進去 然後那個女生就是 她什麼都是外食 然後她吃完的那些餐具 她沒有沖 她頂多是把食物丟掉 都還是有油漬什麼的 她就放滿水槽 然後她們一開始看 還好水槽清清 後來她說沒有 這不是重點 你們去看陽台 她就是所有的那些瓶瓶罐罐 然後都是外食的容器 都沒有沖的 全都丟陽台 是丟著整個滿滿的 她說因為我都不想去丟 然後她們就邊整理 就問她說 那妳為什麼那麼急 她說 因為我答應我男朋友 這個週末可以來我家玩 所以她就 發現事情大條了 所以就請她們趕快 清潔公司 然後她說我們好同行 她男朋友如果知道 她真面目是誰 她男朋友一定要找清潔公司 是 這樣就互補了 太恐怖了 還有嗎 還有更匪夷所思的嗎 來 我們來看第二個 這個 匪夷所思的極度堅持 什麼呢 這個有一種堅持 就是她世人的時候 她一定要全裝 完整的裝 完美出現在妳的面前 那這個人 她是我的大學同學 因為你知道我的大學 是在淡水 那我們每天要從台北 她住台北市 那台北市 妳要到淡水八點鐘的課 我看到她 其實睡覺都不夠 但我每天看到她 第一堂課她都是 這個氣勢 氣場驚人 全裝 假睫毛都黏得好好的 然後眉毛是那種根根分明 全部就是睫毛 全部都弄得非常地完整 我就說妳怎麼做到 妳可不可以教教我 我都不太會化妝 她就跟我說 我沒有卸過妝啊 我從來沒有卸過妝 她就是說她睡起來之後 覺得有一點不完整 例如眼線勾得不夠漂亮 她再把它加一下 然後眉毛再補個幾條 然後口紅再上上去 然後再鋪一點 把它鋪完美 重點是我覺得很離譜的是 有一次我們一起去畢業旅行 我看到 終於看到 四年看到她卸妝了 素顏 妳知道照理說應該是很可怕 那種都黃到不行 她的皮膚之好 一顆毛孔都沒有 不卸妝 然後還可以皮膚保持 對 好到不行 完全沒有任何的毛孔 任何的那種黃 很黃的肌膚都沒有 市長 妳真的是少數案例啦 這叫天賦藝餅 對 天賦藝餅 大部分人不可以這樣做 妳如果沒有卸妝 這些彩妝在妳臉上 都是細菌的肥料 很容易毛囊顏 然後很容易加重妳皮膚的負擔 那眼妝尤其是 很多案例是那個睫毛膏 塞住了眼瞼一些板線 所以會導致眼瞼板發炎 甚至色素沉澱 他們眼科醫師還有人翻起來 就是裡面睫毛膏都 長期沉著在妳的眼睛的這個邊緣 所以真的不鼓勵大家不卸妝 那我這邊分享的也是有一個 我覺得女生真的很厲害 就是有很多莫名的堅持 我之前遇到一個病人是 他覺得臉上有痘痘 然後不處之為後悔 他就是想把他弄掉 那問題是他這個人很愛乾淨 所以他先擠痘痘的時候 擠得很大力 要確定他擠得很乾淨 那我一看就不得了了 其實他臉上很多色素沉澱 我說你可能沒擠沒事 擠了以後變更醜 他說為什麼 我說你的痘痘 只有四零區大小 可是你把臺北炸掉了 擠太大力了 然後他擠完 擠完覺得不夠 擠之前要酒精消毒 擠完再用酒精再擦一次 擠完不是會破皮嗎 然後酒精擦下去 很稀對不對 他就覺得有收斂的感覺 殊不知這樣 反而容易細菌感染 因為它太強了一個 收縮的一個刺激 然後皮膚受到一個損害 所以本來他不擠 可能三五天會好 擠了感覺好像一天就好了 可是其實是假象 他色素沉澱 好久好久才比較退散 所以還是告訴大家就是說 這個有些錯誤的東西 不必一直堅持 因為到目前為止 都講了很多那個 就女生很可怕的案例 可是我覺得男生聽到 其實不會那麼地害怕 反而讓我們覺得比較驚恐的是 那種過度潔癖的女生 對 好像喔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他就是家裡 永遠都收得像樣品屋一樣 哪裡會買的 那不是很好嗎 沒有 有一次我們去他家喝下午茶 壓力很大 現在的話跟我們就不可能進去 因為現在疫情比較嚴重 沒有人可以靠近他這樣 那以前比較好的時候 我們那一次就喝下午茶 就吃一些檸檬塔 泡芙 然後因為我跟我朋友 就是吃東西的落紅 就是會掉一些屑屑 多少嗎 對啊 然後看到那些屑屑就是 他就 蠢蠢欲動 就受不了了嗎 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去拿他的Dyson來吸 那可以學校去人家 去他家就好了 然後當場我們就是 就是氣氛就有點尷尬 然後想說 就是很怕空氣突然安靜 就放在那邊吸 你們都不懂人家的心 還是要秀Dyson 對 對 不要說好棒棒 沒有 但是他家的狗 就是弄得亂細胞都沒關係 但我們釣餅乾屑不行 你們地位不一樣 然後有遇過就是環保魔人 結果你跟他出去 他都會一直跟你說 那個吸管就是 會弄到海龜 他們會自洗 所以你要帶環保習慣 自備環保快 講到潔癖 就是我國中就是當球員的時候 就是每天都要練兩餐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就是 一整天下來 然後就是流汗 然後就是非得就是要洗乾淨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有點潔癖 是回到家 我就是特別去買了那種 抗菌的那種墨浴乳 然後就是特別去洗那個 私密醋 然後就覺得 對 他把我的那個 就是原本的那種就是 抗菌的菌蟲啊 就是整個都是打壞掉 就是 對 所以我後來就不太敢 去用那種就是 特別抗菌的去洗 那種私密醋這樣子 對 好 我們來看第三點 第三點 雜物一律 腮爆處理 這是蕭醫師的個人經理 我自首 我是那種就是看四集 我就是有條有理這樣子 可是我其實神經超大條 我自己 我跟妳說我借到這個 借多久啊 我自己就是那種 其實裡面的錢不多 你知道嗎 可是我都是什麼 你看 比如說這種 我說發財經重 你敢亂丟嗎 你說可以丟嗎 這蛋亂丟嘛 對不對 保平安啊 然後你知道 信用卡 我還要找那種最多格的 對 我以前也是 而且它兩邊都有 對 兩邊都有 對 複數計 你真的是我之意 兩邊都有 中間夾成要有兩個洞 對 兩個洞 對 然後中間一定要有 零錢 人家又說你要多放那種 外國的那種 不同國家的 等外幣 你為什麼 招財 招財 去哪裡都可以招財 所以這怎麼可以丟 然後還有那種 你知道我覺得 我這裡面站得最重的就是 你知道這有多 我選家的健保 因為我們最近要打疫苗嘛 你都要帶著 因為他們問你健保卡號碼 然後這都不是因為發票 因為我們要那個 要報統編什麼的 所以其實發票我就比較 發票還要分兩格 因為為什麼需要那麼多格 因為一格有打筒邊 一格是沒有打筒邊 對 我跟你講 鳳姐 因為我經常 是在去買完菜 我就這樣 就這樣 放 凌晨就這樣放進去 其實我真的 連名系都還在裡面 你知道 就是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有名系 因為沒有時間可以丟 就很厚 所以我要問家事達人 真的還是要分類 我們可以來教大家一下 好 就是我會建議大家 其實可以準備一個 超簡單的東西 就是常委夾 就可以整理發票 因為我的習慣就發票的 那個數字的地方 就在都對齊 然後就夾住 這樣就好啦 就這樣夾 發票是這樣長的 就這樣夾 然後好處是 你要對那個發票 中獎石這樣翻 其實是非常快的 當然是如果要報統編的 當然我會印出來 那如果是自己平常的話 我覺得電子發票 真的是很建議 然後中獎也會主動通知 那你懶得 弄那個財政部的載具 其實很多我們常去的 便利商店 超市 這些他們都有自己 各自的APP 就有載具 其實只要跟他說 存載具就好了 這樣其實非常快 還有就是信用卡的話 建議大家分一下 一個禮拜會用到三次的 才放在皮夾 那有些我們有特定 比如說美式賣場的 那張信用卡 可能我去那個美式賣場 那一天我才會用到 我就會另外用一個 像這種小的 放信用卡的 卡夾的放 另外放一疊 去的時候那一天 再把它拿出來就好 平常不用每天帶那麼多 可能帶了十張 他們會有 沒有安全感 不是 因為像我譬如說一些錄影 我還要兩個小時 怎麼Costco都有居宿 好 但是美式賣場 它現在APP裡面 其實也有會員 然後也可以存 比如說我們平常 很多我們比較常用的一些 信用卡也可以用成 那個電子支付的 所以其實便利商店 這些我們常去的百貨 賣場其實現在都電子支付 所以儘量電子化 然後還有就是像 很多外幣 因為尤其最近大家又不出國 外幣可能以前的 每個都升一點 升一點都放在家裡 然後我們放久都忘了 什麼國家的 就長得到好像的感覺 所以我後來發現 這個很好用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平常 那個風情夾 然後這個尺寸是人家在放 票據 支票 文具店就有在賣的 然後打開 你看它可以這樣子 對 然後這就是我平常整理的 比如說每一個國家的名字 我都給它寫在上面 然後打開就有它的錢 真的耶 所以我們如果 因為銅板也可以這樣 可是銅板會在下面滾來滾去 銅板的話我有用一個 我有放銅板在裡頭 我就用 用這樣子 對 然後堆進來就好 對 我也是這樣 對 那其實這樣就很方便 然後其實這個就是 文具店就買得到的 那其實就可以這樣子的方式收納 好 還有兩條耶 有兩條 我們來看第四個 到底有多少壞習慣呢 第四個是 為了減肥 什麼都敢嘗試 這個一定很多 很多我什麼都看過 什麼喜歡做水療的啦 灌場的都有 灌場 對 但是我覺得最誇張的 就是他做了一個 很奇妙的手術 就是有一個客戶啊 他以前在美國做了一個手術 因為他完全沒有辦法 克制飲食 可是他又不想做手術傷身 所以他們就提供了一個 比較簡單的手術 就是在 那個塑膠片是可溶解的 大概一個月它就會溶掉 然後他們會用可吸收的線 把它縫在舌頭上面 所以他只要吃東西之後 他就會覺得刺刺了 就變成只能吃流脂 果然過兩個禮拜 他就瘦八公斤 不過他本來是一百多公斤 對 但是過了兩個禮拜 他又慢慢開始回升 因為他發現呢 吃心冰熱 他的嘴巴會很舒服 這Bug 沒有吃甜的比較好 被發現Bug 因為醫生就跟他說 這縫上去就隨便你吃 就如果你沒受我投給你 後來過一個月他就找他要投 沒用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之前很流行的 因為既然是疫情期限 大家都會戴口罩 既然都要戴 你就戴那種會減肥的口罩 來 有會減肥的口罩 有 沒買 在哪裡 有喔 就是那個 上網買就有 不過這個是 這是一個日本的產品 它其實是那個 很有名的滑冰選手 就與生結嫌代言的 它應該要一萬多日幣 但它這個裡面 它有十幾層 就是它第一層是什麼 防起霧 涼感 透氣 記憶 消臭 保濕 防滿 防病毒 然後最後防PM2.5 對 就你戴上去之後 根本沒辦法呼吸 就N95的概念嘛 戴上去之後 它只要一天戴八小時 就是在日本的節目上有實症 一週就瘦兩公斤 因為你必須要很費力地 用你的核心去呼吸 對 但是我個人的見解是 就你戴著你就不會吃東西了 說到減肥 我真的自己試過一個就是 那時候我就看我同學說 他生完孩子就不要碰澱粉 就是不要吃米 不要吃麵包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 你知道我就覺得 那這樣我就以為只要試 我就覺得好像還滿有效的 結果後來 可是我不知道那是餵母奶 還是就真的因為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瘦得很快 結果後來 慢慢我覺得一開始有點 中年要發福的時候 我就跟我先去參加 一個減肥班的課程 然後我們就兩夫妻 一起這樣去參加 他就開始說 第一週你要先排毒喔 排毒就跟換雞油的概念 是一樣的 就是你要吃得非常乾淨 你要吃青菜 除了青菜 連水果都不能吃 因為水果太甜了 就這樣我們就吃了一個 把你嗖 覺得自己很像癢你知道嗎 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 因為我是一個肉食主義者 就覺得好像身體 真的變輕盈了 因為整個排便都非常的順暢 然後接下來有七週的時間 就真的不要吃飯 就真的是不吃飯 不吃麵包這樣子 然後正常的喝水啊那些 都是正常 然後不要碰甜的 就我先生真的超有效 在他的身上 就真的 就全班第一名就是他 可是後來很快 會反彈 就非常快 就是你只要開始有點偷懶了 開始吃了就會很快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方法 是不是其實很NG 要看你減去那八公斤 是什麼東西啊 如果真的都是脂肪的話 那你肌肉沒有減到的話 那其實腹胖的速度 是會很慢的 對 因為我最近也有看 一個YouTube的拍片嘛 他就連續斷食五天 對 然後瘦了五公斤 那都吃了 可是其實 都吃 就是只喝水 那就叫水斷食 可是事實上人體 一天燃燒的脂肪 很難超過兩百克 所以人燃燒的都是肌肉 那其實也有醫學的實證證明 它就是分析你的身體組成嘛 這很容易 你就不要吃 然後我就每天去分析你 結果我就發現 就是你斷食五天 這五公斤裡面 有二點 二點二公斤是水分 然後有零點八公斤是脂肪 然後有二點八公斤是肌肉 好貴耶 很難減耶 對 很貴啊 所以其實我們 肩狀不負胖也關鍵就是 你肌肉要維持住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建議說 你在減的時候 你吃下去的蛋白質 甚至要是你體重的 一點五倍 就是要比你維持體重 還要吃得多 體重的一點五倍 如果我們是一個 六十公斤的人好了 那要維持我們的基本健康 你就是要吃到六十克的蛋白質 六十克 對啊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估算一下 掌性大的肉 大概就是三十克啦 像沙門的雞胸肉就小一點二十克 蛋一克是七克 五百CC豆漿是十五克 可是如果你是要減肥的話 要吃到九十克左右 一點五倍 那你減的時候 你才不會把你的肌肉給消耗 那會不會有現在也不適合 譬如說腎臟不是很好的人 可是大部分正常健康 腎功能正常的人 其實你吃到體重兩倍 就一百二十克都是沒問題 所以同事要把肌力維持住 也是要靠運動 對 像我學生啊 以前的學員 他們就是說為了想要減肥 所以他們就在身上 就塗那個瘦身霜 然後都辣辣的這樣子 然後因為有些人的皮膚 不是說每個產品都可以適用 然後他就開始皮膚發炎了 所以今天我們KIKI 要為我們帶來一些減脂的動作 對 我今天就是帶了三個動作 然後非常簡單上手的訓練 想知道如何簡單瘦身嗎 廣告後就讓KIKI教練 來教教我們吧 那像一般人啊 就是他們在辦公室啊 就是很容易吃一些零食 然後呢 他的那個肚子跟下腹 就很容易累積 就是變成那種就是 漆漆 對 西洋漆的形狀 所以我的經驗是帶大家做三組 非常簡易的訓練 然後呢 歡迎就是電視機朋友呢 會跟我一起做喔 那等一下第一個動作呢 我們要做弓箭步 那弓箭步它會使用到 我們的上半身的核心 然後還有我們臀部的訓練 所以待會呢 我們會先做側身 雙腳與肩同寬 然後待會 對 我們會用我們的右手 去摸我們的左腳的腳尖 與肩同按之後呢 腳尖朝前 右腳往後墊腳尖 然後右手呢 往前擺出去 我們會利用我們的左腳的力量 慢慢地往下做弓箭步 讓我的右手去摸我的 左腳的腳尖 然後呢 對 弓箭步喔 所以我的右腳會有點點曲 好 吐氣的時候 用我的左腳站起來 有用到力大 所以用到我們的左邊的 臀部的力量 慢慢地下去 那我們這個動作呢 會就是做八到十二次 慢慢地做 下來的時候吸氣 上去的時候吐氣 這個是我們的第一組動作 那第二組動作呢 大家會非常手耳地 就是在做一些深蹲 那今天我們深蹲呢 還會做到我們的臀部的外側 所以一樣 雙腳與肩同寬 然後身體上半身保持中立 屁股呢 往後像坐一個椅子一樣 慢慢地往後推 膝蓋朝向你的腳尖的位置 往後推完之後呢 你要把你的屁屁 揍到你的大腿的平行線 這邊Hold著對不對 然後上來一點點 不要上來喔 那我們會上來三次 一點點 下去 那吐氣往上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我的右腳 往外打開 打開來 然後再回到下面 上來三次 上來三次 二 三 好 往上打開來 就會鬆鬆到你的臀部外側 加油 一 二 三 然後再往上打開來 然後我們今天的第三組動作呢 我們待會做一點點 跪姿的訓練喔 大家可以支持 沒關係 我來 你的肩膀會在你的手腕的正上方 我們會呈現一個四組跪姿 腳趾頭要抓這張地板 把你的腳跟往外撐開來 你的臀部才會用力 Hold住好之後呢 想像你的地板 一個很用力的紙張 推著它 你的頭頂到你的屁股 是保持一個平行線 像桌子一樣 然後想像有一個人啊 躺在你的背上 你要把它頂走 用力Hold著喔 好 左腳踩完地板之後呢 把你的右腳的膝蓋 稍微離開一公分 往上推天空 這時候一點點的最累 對 往上推天空喔 推到最高 這很累 還沒結束喔 下來的時候呢 膝蓋不要碰到地板 往外打開 這個練完屁股會很翹 對 往上推 屁股耶 在練臀大肌 很多學生來找我都是教練 我要屁屁翹 對 如果你想要增加強度的話呢 就是在我們的大腿後側這邊 你可以夾一個豹紙或是娃娃 去增加你腿後肌的力量 因為我們的那個大腿的力量呢 每天走路的時候 都只有在前側 所以我們很少會去用到 我們的後側 所以如果你想要增加 大腿後側力量 就是後面夾著 它這邊就會去出力了 OK 那我們今天的示範 就到這裡囉 謝謝 好 剛才我們已經講了四個 生活習慣會危害健康 我們來看 最後一個是什麼 很好奇 艾梅什麼都往臉上插 真的 芳瑜 你家認識嗎 我這種呢 其實不是我 是我媽 因為你知道呢 像媽媽輩的朋友們 他們都會去菜市場嘛 大家就會互通有無 什麼有效什麼 有方法什麼省錢 那我媽呢就自製了一款 她非常自豪的 她認為真的是 不用花大錢去買SK-II 因為她發明了一款 自製的面膜 可以讓你美白 可以讓你毛孔縮小 可以讓你臉會發亮 就是用綠豆 優格還有麵粉 混合在一起 然後就放上去 而且綠豆是要煮熟的綠豆 要讓它刷刷 鬆鬆 這樣子 然後整個混合在一起 我那時候回娘家的時候 她就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妳呢 我在節目上看到 妳怎麼都黑嚕嚕 妳就是要用這個 然後她就這樣 她就說在冰箱 她製作好了 結果妳知道我打開蓋子一看 一陣那個 惡臭味撲鼻 然後妳再仔細一看 上面有那個灰色的毛 一直都發霉 像妳在做的嗎 這個綠豆面膜已經發霉了 而且那個撲鼻的味道 是我覺得已經敗壞掉 酸掉的感覺 我就跟我媽說 這個妳丟掉了 妳等一下妳毀容 妳丟掉了 我媽就說 我跟你講 這樣才是極品 因為它發酵了 然後妳才會更有效 妳現在趕快敷 妳說可不可怕 我立刻把它拿去倒掉 把它丟掉 這個我想蔡醫師應該 非常多景點 真的 我是建議大家 千萬不要什麼東西 往臉上亂塗 因為我真的收拾過 無數個案例 對 第一個就是 剛剛那個KIDI老師有說 塗瘦身霜 那有的塗身上 它就會過敏 因為通常會有一些辣椒素 或者是一些除橘皮的成分 就會熱熱刺刺的 那當然上面都寫說 可以瘦身 那我有一個病人 就是異想天開 他覺得說可以瘦身 那他就想說 臉上要打漏毒什麼 好花錢 要瘦小臉好難 還把瘦身霜拿來塗臉上 當然是大過敏 沒有瘦身還腫起來 臉變更大 所以這個在臉上塗的東西 真的要特別地小心 因為臉過敏的比例 是比較高的 還有一個更噁心的是 因為前陣子保養品裡面 有一個在講這個 那有一個高中女生 她就想說 天然 這個蝸牛的 台灣什麼沒有 蝸牛特多了 她就真的下雨天之後 去找蝸牛 拿來放在臉上 蝸牛身上很多菌 菌 非常多菌 寄生蟲也超多的 對 然後之前有什麼 爬過那個生菜有沒有 她自己家種的生菜 拿起來吃 對 又有個什麼 反正就是全家種多的 廣東 廣東 對 廣東縣蟲 然後也有沙門氏菌什麼的 那剛好這個高中女生 臉上有一些痘痘 有一些傷口 所以這些細菌一些髒污 那個黏液的一堆東西 全部都跑進去皮膚裡面 就差點蜂窩組織眼 真的是差點小命休矣 所以告訴大家 愛美可以真的 臉不是炒菜鍋 沒有什麼東西 就往上面丟這樣子 對 所以這些 尤其是如果是敏感肌膚的人 這樣一貼立刻 就是這一週都毀了 一整個NG 然後像天氣再變化 又是進到秋冬 大家的皮膚一定是會 我們天氣氣溫下降的時候 我們皮膚分泌的油脂 也會變少 所以大部分人進到秋冬 皮膚也會跟著換季 所以很多人本來 夏天還好好的 秋冬的時候 它就變成又乾燥又敏感 你塗什麼東西 可能你夏天的時候還好 秋冬就不行 那甚至你會脫妝 有一些小屑屑 那有的人來看我們門診 我們會用這個叫皮靜 我們又叫 就是說它有一個 我們會有一個LED燈 然後它有一個放大的功能 那我們醫生就會檢測 你的皮膚 所以你如果是乾敏肌膚 那個屑屑還有那個斑塊 崩開的感覺 一塊一塊一塊 很像那個大陸要飄走 那種感覺 所以乾燥敏感的肌膚 在秋冬的時候 有時候你不用照也看得到 它就是有很多小屑屑 那如果真的照下去 你就覺得那一塊一塊 沒有那麼健康 那甚至是 有的你仔細看 臉上還會有一些小血絲 那種就是敏感肌膚 那個小血絲很小很小的時候 肉眼你不會覺得 有人會覺得說 我怎麼臉有點泛紅 其實裡面看都有一些 違章建築 有一些高速公路在蓋 就是那種小血絲 所以秋冬的時候 如果乾敏肌膚 都會有這些跡象 擠過痘的地方 也會有很多血絲 對 那個就是修復的時候 會長一些小血管進去這樣子 所以乾敏肌膚是 有一些蛛絲馬跡 是可以察覺的 真的不要亂搞自己而已 我們在這個圈子這麼久 你知道嗎 大家什麼不敢啊 我起來該打的打 該弄的弄 該貼的弄 該什麼酸就往什麼酸 往臉上弄 我告訴你 最後最漂亮的 都是什麼都沒做的那一個 對 對 就是乖乖的呢 照皮膚科醫師的指示 保濕 保水 不要亂搞 不要曬太陽曬過頭 對 真的喔 對 芳瑜就是 因為你們 剛才醫師我一直說嘛 要不然看自己是不是敏感肌 可是你知道有一種人呢 是原本不是敏感肌 把自己變成敏感肌的 就是我 真的 因為你知道呢 我二十歲的時候 拍了第一支廣告 然後當時的化妝師看到我 他就問我幾歲 我跟他說二十歲的時候 他竟然跟我說 他以為我三十歲 因為我的皮膚 非常的不好 妝都上不上去 然後就是整個都是刷刷 就是脫屑脫屑的狀態 皮膚非常的乾 然後有弄很多的乾紋 當時我才二十歲 然後我其實 所以你是從十八歲 就開始敷臉了 亂搞 我沒有 我那時候 我以前不知道怎麼保養 所以我被他刺激到之後 我就開始二十歲 認真保養 我的保養是 第一 我當時呢 我就花大錢 你看一個小女生 初出毛蠟 我就花大錢去給人家做臉 青粉刺 然後你知道青粉刺 這其實是一條不歸路 你是越輕 你的那個粉刺會越長越多 這是第一個 後來進了演藝圈之後 開始不用輕粉刺 那個要花這麼多時間 我們有雷射 醫美診所出來了 我就瘋狂迷上 打雷射這件事 因為你知道打雷射 是會上癮的 你就看到我原本皮膚 可能是角質很厚 然後很暗沉 我打完一次 我好像被保養一樣 我整個變得很亮 然後可能 你本來是一個月打一次 漸漸兩週 你又開始摸起來 怎麼會有這種 一粒一粒的 好像又開始 變得好像沒有那麼亮 你就會依賴再去打 到最後我是 一個禮拜就要去打一支雷射 這個太多了吧 一個禮拜太誇張了 對 結果你知道就把我的皮膚 越打越薄 我以前是曬太陽 都沒有在怕的太陽的女兒 我現在那就可能曬一下 就開始會變得泛紅 然後很容易乾癢 後來我才知道說 那我就開始覺得 不行 我要好好的敷面膜 因為保濕很重要 這又是第三階段 因為你知道 面膜也是不能亂敷 我打完雷射之後 我可能就會覺得說 皮膚現在塗膜 我要維持這個亮度 我就用很多美白類的面膜 直接敷上去 又再次把我的皮膚 就是很可怕 後來真的是 演藝圈的朋友都勸我說 你真的不要再亂搞了 你這些都是錯誤的方法 你去好好的找一個 皮膚科醫師問診吧 對 因為你要做什麼 不是不能對不對 是要有一個教練 對 告訴你說 你應該可以做什麼 什麼時候可以做 多久做一次 對 然後我當時去找了 這個皮膚科醫師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方瑜 我覺得你最大的重點是 你整個膚礦被你折騰成 已經是非常不穩定了 非常敏感了 你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後上方瑜的敏感肌 皮膚科醫師 又是給了什麼建議 成功拯救肌膚呢 是要有一個教練 對 告訴你說 你應該可以做什麼 什麼時候可以做 多久做一次 對 然後我當時去找了 這個皮膚科醫師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方瑜我覺得你最大的重點是 你整個膚礦被你折騰成 已經是非常不穩定了 非常敏感了 你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他就是給我 這麼簡單這四個字 不是教我要用什麼什麼方法 那我說什麼叫做穩定膚礦 這麼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怎麼做呢 他就直接跟我說 保養品你千萬不要再亂用了 你要用跟你的皮膚最接近 最單純的保養品 他就推薦我這個 大家看一下 這個品牌呢 它的包裝 是不是沒有華麗的包裝 它是韓國賣的 最好的品牌 叫做AI霜 那你知道這個粉紅色AI霜呢 它裡面的成分是什麼呢 就是角砂碗 還有神經吸安 就是最貼合我們 的皮膚的這個成分 就是沒有任何的添加物 包括你看 可能會有什麼 有的沒有的就是乳化劑 它其實都沒有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單純 那你就上上去 你有沒有發現它就 很保濕 然後立刻就讓你皮膚 可能很肝慌的皮膚 或是敏感的皮膚 得到鎮定 穩定你的膚礦 所以我通常我就是 每次上妝之前 要讓皮膚更吃妝 更保濕 我就會先用它當作一個底 然後讓我後續的 比如說泛紅 或者是天氣在改變 有點敏感 先穩定之後 然後又讓它 注入這個水分 當然我後續的 這個彩妝品就會更貼妝 更漂亮 好 我覺得泛紅長的 沒有錯耶 我好多病人都是自己亂搞 然後把皮膚屏障功能搞差 把自己的城牆搞得很爛 那在講那個皮膚城牆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看一下皮膚的模型 每個人穿最久的一件衣服 就是你的皮膚 那這個皮膚 其實是我們第一道保護的城牆 看起來薄薄的 其實它分非常多層 從我們的表皮 真皮皮下組織 表皮又有分 大家常聽到的那個角質層 那這就是最外面這一層 表皮就三層喔 沒有 這裡面還有很多名稱 什麼極狀細胞層 基底細胞層 那今天沒有要考大家 所以我們記得表皮 真皮皮下組大的三層 然後裡面又有分 那其中這個角質層 外面它的表層 最表層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叫 皮脂膜是大家肉眼看不見 但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多重要呢 這一層皮脂膜 保護了我們的皮膚 如果皮脂膜是完整的 那我們剛剛用皮靜看 你的皮膚那一塊一塊 都會很健康 那可以有一個抵抗 外來的不管是風吹雨打 或是環境的刺激 或是現在很多病菌 所以剛剛講說過度洗手不好 你把皮脂膜洗破了 你反而沒有一個保護 那對內衣來講的話 也很重要 因為完整的皮脂膜 可以幫助我們鎖住水分 好像我們皮膚裡面的功能正常 油包水的 對 有點像雞湯上面那一層油 但是這層油是更複雜一點 那如果皮膚這一層皮脂膜 是破損了 是不好的 完蛋了 你的城牆 是一個不好的狀態 所以剛剛我們提到就是說 你如果過度施打雷射 弄了一大堆酸 一堆東西 一直去刺激它 然後又敷面膜 那你的皮脂膜跟你的表皮 就一點都不健康 那至於這個AI霜 它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它裡面有一個成分叫 PEA 那PEA它可以舒緩我們的發炎 減緩我們這個 燒癢的一個症狀 那另外它這個裡面 還有一個專利的成分 它是一個擬膚屏障修護的 一個專利技術 那我們是不是有說 這個上面這一層的皮脂膜 很重要 其實大家想一個概念 比較容易懂 萬里長層 或者是冰雲火之龜 那一道很長的長層 這個長層 完整的時候 你就可以抵抗很多東西 但如果這個長層 離離落落 很多破洞 那當然外面這些 就是天然的補充對不對 對 那這一層 這個擬膚技術就是說 它可以模擬我們的天然紫滯層 那甚至可以讓我們剛剛有提到一些 神經吸氨 這些成分能夠穩定在我們的皮脂膜 皮脂膜是好的狀態的話 當然我們的水分 就比較留得住 然後我們屏障功能會比較完整 那如果說像秋冬 我們換季皮膚比較容易乾燥敏感 那甚至是那個 皮膚的屏障功能不好的時候 那個一塊一塊細胞 隔得很開 好像磚塊很鬆散 那當然水分容易流失 會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狀 那這個擬膚技術的話 就可以把我們這個皮膚的皮脂膜 在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水分又可以再次一個提升 所以就可以達到說 有這個 所以其實打底很重要 對 健康的膚質最重要 沒有錯 對 而且你知道因為AI霜 它成分很單純嘛 所以不只是我們可以用 小寶寶也可以使用 甚至於像我的話 我剛剛有說 我已經把自己折磨成敏感肌了 所以我常常會有泛紅 或者是會脫穴的狀況 我就會用AI霜 它就是乳霜的感覺 那如果你是皮膚乾燥 像現在秋冬要到了 你會發現你的手肘 膝蓋或者是你家小朋友 兩頰烤烘了之後會脫穴 大象皮 對 犀牛皮 我跟大家講 這真的超棒 這個韓國醫美品牌 它也有出這個DMT乳液 你知道這個乳液 你就可以全身使用 然後這樣子 你就可以非常的好推 然後放到你的 像現在戴口罩 其實我很想大家 用在我的臉上給大家看 放在你的脖子或者是手肘 然後你就會發現 它真的好好推 然後就可以拯救你的大象皮 然後乾燥或者是脫穴 重點是沒有任何的香料 很貼合我們的皮膚 我覺得真的很棒 謝謝 謝謝幫你的分享 但我的心流皮有救了 真的 我的心流皮有救了 好棒 好 OK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今天分享很多女生的 恐怖面向 但是有男生可以接受 所以也是不錯 對不對 這個外生棉是不是 真愛是真愛 肢精之心 不要不要 真愛也真愛 沒有 太害怕了 記得今天看完節目後 叫我們短視一下 按讚跟分享 一次搞定 下次再見 拜拜 為了 五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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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